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物声不断 正宁陪你聊天的友 我 Helda 杂实性动物 超爱吐槽的毒蛇美声 什么都爱 什么都看 什么都想讲 而且还讲很多 我在Barnie Stoke担任文字编辑 还有一切Barnie叫我做的大小事 你们也可以叫我舞间 就是舞台监督啦 还有我 还有我 Missy 我很擅长存没 一支标准的音乐宅 职业歌手与音乐制作人 不太会讲话 最近在透过Podcast练习讲人话啦 在Barnie Stoke担任音乐制作与声音后制 专门丢出有点笨的问题 让大家思考 请大家吸耳恭听 还有我 我是灰灰 擅长打酱油 是个行销人 爱听故事 也爱分享故事 我在Barnie Stoke担任多媒体内容计划 跟大家分享天马 星空各种有趣的内容 最终我们要说的内容是 嘉丽春三姐妹 嘉丽春三姐妹 她有一个名字叫做《疯狂约会美丽都》 是一部电影 法国的动画电影 那我想请问两位 大概看了一下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菜 最喜欢这种有 我喜欢有一点复古味道的东西 然后它在整个主体上都是比较偏强调新旧 现代与怀旧的世界的一些对比 然后还有反思 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音乐上也非常有那个时代感 对 讲到音乐的话 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 这整部电影使用的都是有点像Swing 七八零年代的Swing 或是Jazz的音乐属性 它让我感觉有一种 怀旧 或者是说传统 因为其实Jazz有分很多曲风 那它是属于比较早期的爵士的风格 所以它会让我觉得它是一部传统主义者 所带领的电影 那因为我自己曾经也在法国 就是居住过一段时间 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很多东西都是in order 就是它可能工艺产品会有一定的就是手工的制作的手法 可能很好时 可能很花时间 但是每一针或是每一块砖头都有它特殊的味道 那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会觉得这个导演肯定是传统工艺的赞颂者 会有一种蛮疗愈但是也悲伤的感觉 因为在这部电影一直不断地看见就是欧洲人的 不管是美感或者是失误 正至于是他们的习惯都用各种视觉化的方式 不论是丑陋他们的失误化 或是让他们做的行为像在行企一样 都让我觉得有一点悲伤 就是好可惜我怎么活在21世纪 好可惜我为什么不是生活在 通干通干 就是80或是轻盈年代 那个黄金的年代 好 其实我觉得Missi刚刚说的传统主义者 这部分其实从电影的一开始就看得出来了 那这部电影一开始是一个奶奶 她抚养一个小男孩 我们的主角长大 那她的父母是意外离世 然后她跟这个小男孩就在他们的小小的院子里面 小男孩喜欢骑脚踏车 前面就带到说 奶奶跟小男孩开心地生活在这个小屋子 然后前期提要结束了之后呢 镜头就一转就变成说 村子的上面有飞机经过开始工厂林立 后来呢 画面也是从亮度从亮到暗 最后越来越暗 然后那个那一幕的最后是一个火车铁轨穿过 小男孩跟奶奶的家里面 直接把他们的家弄邪 等于是那个东西完全没有好好的闪避 要描写应该是工业时代进入了人类的生活 让人类被异化吧 我觉得他有那种感受 所以其实从这边就看得出来 这个导演他会觉得 工业时代就是让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粗暴地切开我们的生活 没错 而且呢 其实我一开始在看这部电影 我事先看到预告片 然后我看到预告片的时候 他很欢乐 我以为是一个像是歌舞秀一样的动画 因为他的预告就是把那个主题曲剪出来 然后他没有多做说明 说这部电影在讲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我应该是看一个欢乐的电影 进去电影院看 然后结果 其实这部电影他是非常沉 他的前半部是很阴郁的 然后跟我一开始有的那个影像的连结 他是完全对不上 所以我一开始还以为我是不是走错场 我以为他应该要歌舞生平啊 结果不是 因为这个导演他是用很夸张的表现手法 然后极慢的速度 表现说这个小朋友长大之后 他们是如何的在这样子阴郁的 然后被火车环绕的家里面 去好像有点得过且过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当然是这个传统主义的东西 在电影越来越后面 我们会看到导演做越来越多 欧洲的社会 然后还有美国的社会的一些对比 那各位有特别喜欢的几个桥段吗 就是在观看的时候很欣赏的桥段 电影最开始奶奶跟孙子在看电视转播 转播的内容呢 就是嘉丽村三姐妹 在美国的歌舞剧舞台上面 开心的唱歌跳舞 表演那个我们熟悉的 这一段音乐 然后呢 孙子两个 祖孙两个很开心的在享受 那时间慢慢推移 时间过了好几年之后 孙子也长大成人 奶奶也渐渐老了 然后他们很神奇的远渡重洋到美国 诶竟然又跟嘉丽村三姐妹相遇 那老的嘉丽村三姐妹 已经没办法继续跳舞了 但是他们还是在舞台上 继续做表演 但是他们这次表演用的方法 诶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哦 他们这次呢 一个人用冰箱 一个人用吸尘器 一个人用报纸 演奏音乐 我觉得那个非常有趣 我就是说 maybe大家觉得他们是过气 但是他们还是可以用他们的过气 去演奏出属于他们的音乐 我觉得那边很棒 就是大家如果想知道 要怎么用冰箱演奏音乐 一定要去剧场 一定要进戏院看 那边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我觉得某一个层面来说也是 虽然他们活在过去 可是他们愿意 把现代的东西 加入他们到 自己的回忆里 或是自己的专业力 就代表说 可能是某一种赞颂 传统文化的保持者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很封闭的 他们依旧是愿意接受 现代的各种文化的贡献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底线 这是我自己感觉到 不然他一样可以使用 以前的乐器啊 他为什么要使用冰箱 他为什么要使用这种 特别讽刺说 这是21世纪才出现的 新的事物 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整部电影 就是在找一个平衡点吧 就是从婆婆 她搭着一个脚踏小船 从法国远渡重洋到美国 为了去救她的孙子 然后称情提要一下 她的孙子被绑架到美国 然后呢 这从头到尾都是 这个婆婆如何在美国 这个大都会在 不习惯的地方 怎么去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像梅西说的 就是其实就算是传统主义者 他们还是很努力的 在找自己的平衡点 或许那条大船 就是资本主义 其实我觉得就是 而且他把它 就是画得特别崎岖 也会让我感觉到 所谓的美国梦 那个Big Dream的感觉 特别的高 又特别的宅 又特别宅 容不下太多人 会不会觉得呢 我觉得 蛮有趣的 他设计 呃象征 新世代的男孩 被带上那艘大船 带走了 然后 然后婆婆 在后面 用她的小小的船 努力的追赶 就是这一段的 寓意非常的 就是你会一直看 印象到这个画面 就觉得 我觉得其实就是 像我们年轻人 就很有 因为我们一出生下来 就是在这个世代 我们就只能 被迫 去接受这样的现实 可是有时候 当我们在 我们是这个世代的小孩 有时候很难 得到父母跟 就是长辈的理解 其实对长辈来说 她们也是很努力的 想要了解我们 可是我觉得就很像 我们电影看到的 大的船 这样子走了 然后婆婆就只能 踩着脚踏小船 就有一种 怎么样都追不上 可是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又有一种隔阂 有一种那种酸的感觉 显现在 作者使用的颜色上的差异 婆婆身上的颜色 有点都是那些颜色 对她的身边周围的颜色 一直在转换 但她也没有不愿意 走入任何一个空间 我觉得这也是色彩学上面 让我感觉到 导演很用心 也很讽刺的部分 其实如果各位进 电影院看 就会看到导演用了 非常多比喻 隐喻法 一些符号 去象征导演 他想讲的很多事情 都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一个一个 有看到 有挑出来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让人有 了然于心 或是会心一笑的 那样的效果 很多彩蛋吧 我觉得 我最喜欢的 暗喻的手法是 奶奶第一次到 就是美国 但是她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吃东西 但是她不得不 走进一家速食店 但是她速食店 打开门之后 准备要掏钱 她就捞了一下 她的钱包 但是就发现 里面没有钱 可是却 飞出来是蝴蝶 好可爱 对 不是声音 是蝴蝶 像是蝴蝶 基本上就是一个 会飞的虫 我没有看得很紧 这是蝴蝶 那我就觉得 那就很有趣 这是一个暗示 没有钱 但是我有文化 我有钱 但是我文化 我有爱 但没有勇 就是在资本主义的面前 都是无用 然后就觉得 哦好伤心哦 就是这个 又美又伤心 又捧刺的一个画面 对 然后补充一个 因为其实这一个动画 它几乎是用全墨具的方式去表演 所以这也是跟我们一般看动画的观影体验 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它是用墨具 所以它可以把所有的表达表现都开到极致 然后呢 当你已经习惯它是全部墨具 这样子的手法之后 它竟然在刚刚Misty说的那个 吃汉堡的地方 出现了非常少见的台词 而且那句台词超级无关紧要 就说 那句台词是英文 它说 No money for burger 然后就把婆婆跟狗赶出去 其实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 这句话很无关紧要 可是现在再回头过来看 我觉得这就是导演想讲的 就是你在资本主义的面前 你没有钱就是什么都不是 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 因为我觉得台词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既然你前面都没有 你现在出现的 一定是有必要才会放在这里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学剧场的 就是剧场 就是这样子 可能电影也是 一定是有重要的东西 你才会把之前没有用的元素 用在这边 对 然后刚刚米歇一样讲 我就觉得 其实这句话放在这边 是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或许他想表达的 就是 在资本主义的面前 任何事情都不重要 付钱才是最重要 所以他故意把所有的人 讲的话都用墨具形式表达 因为资本主义不需要听到那些话 可是如果你没有钱 资本主义就非常介意 所以他就刻意的在那里 只给了那么一句话 就是no money no bugger 所以我觉得他的 他的逻辑是非常讽刺 但是很精准的 嗯 对 其实他不是只有那一句话 但是就是很少 嗯 很少 但是我记得 对 你这样讲 我想起来 那个奶奶在租脚踏船的时候 那个出租的人 租东西给奶奶的人也有讲话 而且他也是讲钱 他也是讲说 嗯 一个小时几分钱 这样子 对 所以资本主义就是标价 然后义务 that's all 对 我好奇 就是你们觉得 他黑手党都要长得很像方块的 意思是什么 就他都 壮壮的形象吗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表现的手法 因为这部电影 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极大化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为了要表达 就是好像big dream 然后或者是资本主义的 那种压迫感 所以把轮船化得很大 那黑手党就是对我们来讲也是 因为像对比奶奶 她是又小又圆又矮 黑手党是又高又宽 方 对又方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有一种 正常人没有办法接近的感受 他直接用几何的东西去强调说 就是黑手党他对我们来讲 有很有压迫感啊 很像山一样 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我们会 看到他们都是穿西装嘛 然后都是很壮硕的人 所以他我觉得他用这样子 简单的手法去说明说 他跟我们的差异 一般人的差异有多大 这样子 当然应该也有一些 他想用的比 其他的比喻手法 我也很喜欢 他的关于形体上的比喻 我有特别的 Catch my eyes的例子 就是当导演在决定 自由女神的画像 他确实让志愿女士 非常的肥胖 然后手中还拿着 汉堡和冰淇淋 然后就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讨厌资本主义的导演 然后因为肥胖 其实象征就是文化 文化上的堕落或者是不自知 然后他在这种地方 下了一个很明确的暗示 我就觉得 其实小时候在看 自由女神的时候 就是觉得很突兀 我不知道大家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他明明就是一个 骨鸡才会出现的颜色 但是他的后面就是凌厉的 就是一大堆跟他配色 不相干的水泥建筑 然后终于有人 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甚至更夸张化 就是自由女神的心态 我就觉得 对于我们这种 已经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 已经到 发展到变成厌世的青年来讲 是一件很舒压的事情 对 某种程度上 前面看这部电影 以为是某种压抑的人性片 但是看到后面有一些 类似警匪追逐的部分 后来又渐渐变爽片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 你就是会 观影的那个感受 会非常的大不同 就像这个导演 一直很想讲 欧洲跟美国的对比 然后古典跟 现代 创新 对 古典跟现代的对比 就是观影的感受 也是音域跟 诶爽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部片真的很有 看的价值 就是你跟你一般的 想象中的动画片 都不一样 我们预想中的 譬如说大家已经很喜欢的 我也很喜欢就是 日本的那些 很多台词 然后把声优的魅力 开到最大 然后有时候 甚至是用台词 推动剧情的 这种都不一样 它完全就是动机 一直去推动 一直推动 我觉得真的很精彩 就是它不是一部 只需要看一遍就懂的 动画 它是一部 你看第一片是一个感觉 看第二遍是另外一种感觉 看第三遍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你发现它 埋的梗越多 你就会越来越 疏压的 一部作品 我觉得它就是艺术作品 对 它是啊 它真的是艺术作品 而且我也很喜欢它 就是奶奶救孙子 这样子的角色设定 它不是爸爸妈妈救小孩 然后或者是老师什么 我们一般人会觉得 应该要救小孩的 而是把社会中 我们认为最柔弱的地方 甚至这个奶奶呢 它并不是一个身体很健全的奶奶 它其实是跛脚的 就是如果我们看画面 会发现奶奶穿的鞋子的高度不一样 因为奶奶掰咖 所以它有一只脚的鞋跟特别高 然后呢 可是这个 我们一般觉得应该是要superhero 然后superhero 听起来超台 superhero 然后来救 对 营救 你知道 这个动作的事情 却是我们觉得最柔弱的人 可是他最后 他击倒黑帮的方法 竟然也是他的那个掰咖的鞋跟 让他打败了黑社会 就是我觉得里面可以玩味的地方很多 救的东西真的就没有用吗 是不是我们应该再重新来看一下 他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地方用途 只是我们没想到而已 没有发现而已 我就觉得 你就是这件事情又是形成 就是新的 这件事情又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对比 你以为他是一个 黑黑救救英语的电影 但实际上 他这个角色的设定 却让人家觉得有希望 哦对 我觉得看着奶奶 真的 那个奶奶 我们不是都会说暖男吗 嗯 他是个暖奶 暖奶 很可爱 对 对他是暖奶 你看着暖奶 你就会觉得 天哪 他那么努力 而且他又对全世界的人 他对谁都很亲切 然后想对每一个人好 可是又 不会就是自大 也不会妄自菲薄 他觉得他自己做得到 他就是会做 不会说我做不到 放弃 孙子掰 不会 所以我真的觉得 看这部电影非常棒 请大家一定要进电影院观赏 好吗 他答应我 但是我有另一个想法是 就是 他的孙子就一直被 一直被 传统的思想 说绑架 可是我觉得绑架他的是资本主义 毕竟把 毕竟绑架他的是那个 开赌场的黑帮 对啊 但是他最后还是没办法真的完成自己的梦想 就是不管是新的世界还是旧世界 他都没办法真的完成自己的梦想 他从被新世界绑架到 虽然他被救回来 但是他也是被旧世界救回来 他还是没办法得到他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没办法走上他真正想要追寻的旅程 就是 另一个 我感觉到的东西 嗯 我倒觉得导演给的结局 就是 你可能以为他是失败 但是 我觉得他只是想要表达一个事实 就是 旧的生活已经过去了 可是不代表 他就没有办法在新的生活 继续下去 只是他在悲伤的事 最传统的事情似乎是回不去了 就是没有办法回到那个黄金的年代 大家重新重视 如果真的是这个 这个男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生活的话 最后导演写的应该是 这导演 对不是这导演 这个 这个他导演最后应该会决定的是 这个男性应该直接离开新的世界 但并没有 他是待在新的世界 跟他的男孩说 跟他的男孩说 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觉得或许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或者是 还是一个 道别的点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跟 就是旧时代 他从来没有在跟旧时代道别的时候 去否认旧时代的价值 只是也希望每一位观众 接受旧时代已经过去的事实 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他还蛮多不同的解释空间的 就是他做的还蛮厉害 就是把不同的东西放到同一个格局里面 对啊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电影厉害的地方 因为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缩限到最简要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就是一直用动机去推动剧情 而不是台词 所以我们可以每个人可以捉摸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非常的厉害 然后像刚刚Missy说 这部电影最后是 孙子说都结束了奶奶 这是这部电影最后一句话 他对比的其实是这部电影一开头 当这个孙子还是小孩 跟奶奶一起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嘉丽春三姐妹的歌舞秀 在电视上结束 奶奶那个时候问孙子一句 结束了吗 然后从这之后就一直没有 没有其他的台词 然后对比最后 然后孙子就 呃 变成老年迈的孙子 就回头对奶奶说 是的 一切都结束了 奶奶 我觉得那边 让我真的有道别的感觉 尤其是这部电影 导演最后在字幕上写说 献给父母 嗯 那至于孙子他到底没有完成他的梦想 我觉得应该是另一段故事 就是他是开放的 不一定是没有完成 但是听你们这么解释 我反而会觉得 他不会有结束的一天 因为 因为 这一个 现代的洗心研究 反而让现代的人 离心力越来越强 变得越来越念旧 甚至于在 新的城市 对着 过去的人说 结束了 就好像那个人 还存在一样 所以他真的结束了吗 或许 也 尚未 你懂我在说什么 就是他的记忆 还是留在 每一个 曾经接触过 那个年代的人的心中的 嗯 我觉得很有那种感觉 好 我们要不要请 卉卉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总结就是 赞 要去看 我喜欢 我喜欢你的结论 非常的简单 就是要去看看 才知道啊 这种就是 高质感 又意味深长 意味深长 意味丰富 意识丰富 真的 的故事 那个 对 挑达贵球 尤其音乐又非常的 精致 赞 嗯 对 赶快去 Spotify 搜寻 嘉丽春三姐妹 他的 主题曲 会让你超级想要一起摇摆 虽然你很难想象 他的画面是 搭另外的样子啊 对对对 但是就是像 坐云消费车 人喜欢坐云消费车 就是因为有高有低嘛 看这部电影也有高有低 Enjoy就对了 嗯 好啦 所以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吗 大家拜拜 你知道吧 再次我们说拜拜 其实不是真正拜拜 就像 嘉丽春姐妹一样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再见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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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